今天大伯和伯母早上起的好早 五点钟他们就去摘羊梅了 还特意拿了一大袋来给我们几个吃呢 妈妈给你们做烧米汤 然后带去那里吃好不好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小西瓜他们学校在搞活动嘛 然后下午就开始表演 去外面买水的话也要喝水 然后就煮这个羊梅汤吧 去给他们两个喝 宝宝过来妈妈给你洗个头吧 夏天到了这个头发呀 也油得好快呀 我们两个也有好几天没洗头了 今天的话必须得洗一下了 现在的天气也热 然后不用吹还挺省事的 直接用毛巾擦一下就好了 这个羊梅汤也做好了 我来啦 我来啦 咱们你好成功哦 那么好喝吗 咱们喝一口别 我们也有饮料喝了 好 咱们 回吧也拿走 走了 先带大宝去画个舞台装 然后再去活动表演的地方吧 小西瓜第一次穿这种衣服 第一次化妆 她好激动好开心呀 发现有人看她还害羞呢 做这个造型的话 要买一瓶定型水25 我还是随便着 这样子给她扎一下就好了 老板人也很好的 还拿梳子给我梳呢 来到这里人也差不多到期了 小宝也睡着了 这样子背着她好热呀 还是把它放到推车上去 然后让她睡得这样子舒服一点 表演也开始了 我们就在下面臭美了 小西瓜也要排队上台了 她好激动呀 她在家休息了 半个月没有练舞蹈 都有一点忘记了跟不上 不过我还是觉得她很可爱的 学校还准备了玩具和饮料给小朋友呢 小西瓜选了一个可以换装的 芭比娃娃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有点远 然后我们就去等公交车 瓶子里面就只剩羊梅了 然后把它喝完吃完去 免得再带回家了 能发唯有没有想看下来 我我会想看下来 我还没想看下来 我还没想看下来